本节目由90玩具 Poletown Store赞足播出 有玩PTCGL的线名 可以到Poletown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蟹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这个 拉霸铁金级的牌型 藉由丢弃剂牌固上方的牌 依指定目标来计算伤害的牌型 也就是玩家们俗称的拉霸牌 没错每次一出这种宝可梦 我就会忍不住研究一番 而这次又刚好出在我最喜欢的雷属性身上 所以就不断研究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哦 首先呢我们放到四张的铁金级 第一招坏石压炸 一雷雾可以使用 将自己牌固上方5张卡翻到正面 造成其中的未来卡张数乘70点伤害 将翻到正面未来卡片丢弃 剩余的卡片放为牌固重细 第二招百万盾金勾臂 三雷雾打140 作为这副主打手 丢弃的目标为未来标记的卡片 不管是宝可梦或训练家都算 而优点时飞未来的卡片会回到牌固重细 这张利害吊杆等关键的卡片则有效使用 三张未来能打210 加张区近能量未来或铁头科夜科史 能昏厥宝可梦V或基础夜科史 四张则打280 昏厥宝可梦Vスター 或者加三张铁头科夜科史 补伤害至340 昏厥宝火龙夜科史 五张权重则是毁天灭地的350 除了连美龙Vスター以外都不是问题 两颗能量就能输出 且为基础的宝可梦 让这副牌成为少数可先攻的拉拔牌型 后宫的话也能使用这个 四张的蜜勒盾 招式爆充高点 一无可以打40 从自己的牌库选择最多两张基本能量卡 赢的一方是赋予自己的未来宝可梦身上 并且重新牌库 在后宫或能量来不及填到两颗10 可惜用蜜勒盾打起伤害并且能给铁荆棘 甚至加上区均能量未来或铁头可夜可死 直接混血HP地域80的基础宝可梦 再来是铁舞者放到两张 招式双生雷射 一无可以打20 对手的一只备战宝可梦也受到20点伤害 在场上能量不缺 且想铺点伤害给备战宝可梦时可叫来补 再来是四张的铁包袱 特性高级出风机 若这只宝可梦在备战区则在自己回合时可使用一次 将对手的战斗宝可梦与备战宝可梦互换 然后将这只宝可梦与身上附加的卡全部丢到气排区 除了先绕过对手的战斗宝可梦来进行输出外 也可主动将自己送到气排区 让离开吊杆在前中期发挥作用 四张的铁头壳夜可死特性孤然指令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自己的未来宝可梦 铁头壳夜可死除外使用的招式 对对手的战斗宝可梦造成伤害加20电 即使的增伤方式 配合区近能量未来增伤最大量为100 不过这是将两张降伤卡的夜可死 没事的跨别下 避免降伤卡被222拿 可利用物品卡丢弃 让厉害吊杆回收 必要使再叫出来增伤即可 最后呢我们放到一张的梦幻夜可死 特性重启在自己回合时可使用一次 从排库抽卡至到手排满三张为止 招式基因骇入三无可以使用 选择一个对手的战斗宝可梦持有的招式 作为这个招式使用 整部排唯一非未来标记的宝可梦 也是唯一的抽绿宝可梦 可善要按马迷的解读 直接堆叠自愿来抽出 有多余的能量也可先点给他一颗 必要使才可使用他的精英骇入来输出 宝可梦的部分就放到这些 是不是相当的简单明了 像铁晶级灭勒顿这种主要的宝可梦放满四张 铁包袱可以不占备战空间位置 铁头壳则是可以及时的增伤 铁屋则是可以补些伤害 梦幻则是唯一抽绿啦 这边就是所有宝可梦的部分啦 接着是我们的物品卡 放到四张的高科技雷达 两张的巢穴球 铺场的部分有这六张 这不知现在少数铺场需求不高的排行 预留好三张左右的备战空间 让中后期要开始拼牌时 还有空间让手牌的宝可梦下支备战区 以便梦幻夜科史等支援者抽牌 这部非未来的宝可梦只有梦幻夜科史 追手上的巢穴球的时候 记得先付出它来 三张大地之容器 一个拿基本能量卡到手上的物品卡 也能减少自己的手牌 让梦幻夜科史或梅肉可可多抽牌 放两张来说有点嫌少 但先攻没有填能量又太亏了 测试时放四张满又有点多 所以最后决定是三张 四张的厉害吊杆 这部牌主要的蓄战方式 除了将铁荆棘洗回牌库以外 也能将未来标记的宝可梦洗回去 增加铁荆棘搬出未来标记的机会 如果觉得四张烈和吊杆不够 可再投入一到两张的朋友手册 来回收暗马蜜的解读 一张顶尖捕捉器 可用来抓出对方被战区的关键卡片 同样S-Pad的位置 由试过未来标记的重新启动箱 不过总部牌天人的机会充裕 且未来标记会被铁荆棘丢弃 也有尝试过极限腰带 可用城镇百货公司即时拉出 但由于已经有放到学习装置 跟区距能量未来 常常想贴来增上的时候 已有宝可梦道具 所以最后选择顶尖捕捉器 如果觉得太贵不好购入 可考虑上述两张 再来宝可梦道具的部分 为四张的区距能量未来 还有两张的学习装置 区距能量未来除了撤退跟增上以外 多数在梦幻夜客史跟梅洛可 拼牌前贴付来多抽牌 也由于整副牌除了梦花以外 都是未来标记的 有了这个区距能量未来 就全部都是撤退无需能量啦 学习装置在一开始构筑这副牌时 尚未有蜜勒顿的情报 所以学习装置为必须投入的续战卡片 现在蜜勒顿可以在后宫提供之后 如果有其他想投入的卡片 可先更换一张来试试 这边就是宝可梦道具跟物品卡的部分 支援者梅洛可我们放到四张 这张卡必须在三个对手的回合 自己的宝可梦被昏厥了才可使用 从自己的气牌区选择一张基本活能量卡 赋予自己的宝可梦身上 然后从牌库抽卡 直到手牌满6张为止 主要抽绿兼填忍的支援者 原本的位置是阻然的霸气或奇数 而梅洛可除了抽牌外 还可以多了填忍的方式 相比用电器发生器来填忍 梅洛可虽然较被动 但可减少牌库能量的数量 来多投入一点未来标记的卡片 按码迷的解读放到4张 从自己的牌库选择任意两张卡 将顺利的牌库重启 将初选的卡 以任意序列排列放为牌库最上方 配合梦幻夜客室来疊出想要的资源 或者铁经级输出前 先稳定两张是未来 至于疊的对象 可先看气牌区的宝可梦数量 数量较少时 可疊铁武者跟铁包袱 将他们到气牌区之后 下个回合才可以用利害掉干 将他们回收到牌库重启 增加未来标记的数量 如果气牌区的宝可梦数量已经够多 则可选择叠这个 浮屠博士的剧本 我们放到3张 基本上就是铁经级丢弃的目标啦 比起宝可梦来说 优点是不会开局 其他使用的时机 是前期我们下铁头壳夜客室增伤后 回收铁头壳夜客室 避免被拿两张将赏卡的方式 再来是经济查卡 城镇百货公司放到2张 开局不管是占什么 都可以用城镇百货公司 或区区人家未来来撤退 想要用铁经级输出前也可抓学习装置来压牌 最后是能量卡 基本雷能量4张 基本火能量4张 能量配比4比4是一个很刚好的数字 火能量单纯让梅洛可筹牌跟天能 不想要投入光辉喷火容易也行 但通常达到了后期需要大伤害时 光辉喷火的250可能不太够 所以我们就放弃直接打单纯的铁经级 好的 这就是全部60张的卡片啦 总共有33张未来标记的卡片 以一副丢弃自己牌库来算伤害的牌型来说 这33张的数字相当优秀 如果你喜欢铁斑叶1X的话也可自行调整 能量配比可能为4雷3或2草 或者也可以投入一张的超能量 让铁斗壳1X跟米勒盾可以来输出 最后来整理一下这户牌的操作重点吧 先供能量给铁经级 后供能量给米勒盾 并填给铁经级 主要以铁经级来输出 正商主要用区区能量未来 非必要的情况下不要下铁斗壳 夜可死 中后期用梅洛壳跟学习装置来续战 厉害掉刚刚跟暗门迷的解读 则拿来打高爆发啦 好的那以上就是这部拉爆牌型喔 由于这部牌我觉得它相对简单 应该是不太需要操作给大家看 所以我这边就不另外演示啦 影片结束 拜拜